大家好,欢迎来到明星面面观 前一段时间龚俊陷入了各种绯闻之中 虽然工作时方都一一做出解释 但是这一段时间龚俊还是很低调的 近日龚俊晒出了自己的镜照 还透露了自己正在叫舞 照片中的龚俊是原相机镜头下的自拍 看起来状态真的非常好 轻轻爽爽的状态 能够看出是刚经过大量的运动 龚俊出道之后一直都在拍戏 所以大家都很期待龚俊的舞蹈 之前龚俊曾通过直播唱歌出圈 随后在他的努力之下 他的唱功也很有大的进步 这一次又在努力的叫舞 接下来一定会有一个惊喜的舞台 最近虽然龚俊本人很低调 但是和他相关的消息却有很多 龚俊和迪丽热巴合作主演的《安乐传》 也出现在优酷平台代播牌片的名单上 这部剧从拍拍之后热度就一直很高 而且这也是温客行之后 龚俊又一个古装角色 从路透中能够看出龚俊和角色的适配度还是很高的 路透造型非常惊艳 接下来优酷平台的很多作品都备受关注 目前大家对该平台的关注度也越来越高 期待后续的作品都能够顺利播出 除了作品 龚俊也即将参加综艺节目 最近网传你好星期六新一季的阵容名单 其中就有龚俊的名字 在你好星期六还是快乐大本营的时候 龚俊就曾参加过节目 而且龚俊在节目中依旧是很坦诚的性格 游戏互动的时候也都非常配合 目前你好星期六节目的阵容还没有正式官宣 但是大家对龚俊的呼声还是很高的 所以龚俊透露自己在跳舞 会不会接下来将在这一档节目中展示呢 自从成名作之后 龚俊也陆续拍摄了很多作品 一直都很努力地提升自己 不仅粉丝们都觉得龚俊的状态越来越好 路人也都觉得龚俊真的很努力 因为前一段时间播出的很多龚俊主演的作品都是被积压的 所以热度会稍微低一些也是能够理解的 但是《安乐传》的热度绝对是很高的 从数据分析中能够看出 龚俊饰演的男主角韩业为作品贡献热度超过了一半 龚俊有红之后热度越来越高 但是伴随主的争议也越来越多 正所谓人红是非多 娱乐圈中大部分的艺人都是难逃这个定律的 前一段时间的绯闻对龚俊造成了一定的影响 好在工作室方面及时澄清 龚俊的形象没有受到太严重的影响 娱乐圈中最不缺的就是一夜暴红的艺人 或许很多艺人勤劲恳恳多年都没能够走红 但是有的艺人出道几天就能够惊喜出圈 但其实一夜暴红并非完全是好事 而且想要真正稳定 立足还是需要更多的作品 能够凭借一些东西让粉丝们支持你一路走下去 而从龚俊的发展能够看出 他最大的优点就是诚恳努力 这对于艺人的发展来说也是非常努力的 龚俊的资源还是很好的 希望他接下来能够把握好机会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